歡迎大家收看火鳳梨手機版的教學 先讓我們讀取遊戲 首先要入遊戲 當然要註冊帳號 帳號和密碼分別要分6至12個位的因素 先讓我們的測試專員先註冊帳號和密碼 電郵可以自由填寫 看看大家需要 之後會選擇名和招待馬 名一旦改了就不可以再改 招待馬我們會再教他怎樣用 進去 立刻選擇5個主角 我們就選擇搖亂火 或是火鳳煉的主角 請跟隨我吧 搖亂火 進去 水鏡老師就會教學給你 我們先選擇任務看看 主要是用任務獲得經驗值 一按執行之後 他就會抽出不同的事件給你 當然也有機會不適都不會發生的 這個時候就這麼多次就可以再試一試 這次抽到什麼呢 這次抽到金 就可以得到一些金錢 可以給你強化自己 當然有機會撞到敵人 我們就試一試膠戰給大家 每位武將都有獨特技能 在膠面的時候就會自動使用 看看流血的火 換開技能呢 有啦 剛好那些墳墓古身就有阿拳攻擊力 就完成戰鬥了 方勝利之後就可以按離開這個戰鬥 那之後呢 我們看任務了 就看看這個時日 那市場的仲徒呢 主要是給我們購買一些武具啊 或者將領域去平衡我們的實力 有時候買一個基本將領域 那但是我們會抽什麼武將先 那按確定購買之後呢 就會顯示出來的 那剛剛確保了一個西蘭軍槍兵 這個程度設備呢 就可以看回他的能力 再按確定呢 就可以馬上去裝備了 那按回前鋒的位置 再按點擊這個武將 那就可以選這位武將去協助戰鬥 那按鈴好之後呢 按回確定 那從事呢 都可以鑽上這個陣形的 那遊戲呢 就會有不同的陣形的選擇 當然每一種陣形都會有不同的能力 那自動之後呢 就按回確定 那就可以用到的了 那跟著 對啦 搞完武將之後呢 就試一下這個強化系統 那我們就先按強化這個鍵 那同樣啦 先選回你想強化的武將 那我們就試一下強化這個西蘭軍槍兵 然後按確定 好啦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強化那一段思考回一些素材 那素材呢 就用我們平時打回你武將卡去強化 那選好之後呢 按確定 再按確定強化 那就是完成戰鬥強化過程的了 那強化完之後呢 那用武將得到的經驗值 那平時呢 那四星星的補子之後呢 武將能力呢 也會有這個強化的 好啦 強化完啦 是時候要開始對戰了 對戰呢 那我們可以搶奪其他玩家的金錢 或者經驗值的 那當然是打人啦 但是打輸的話都會有相對的損失 所以呢 繼續回自己的實力呢 進行回挑戰的 那 提醒大家戰鬥時其實是自動最行的 如果大家不想看的話 可以按上那個戰果按鍵直接飛回去結果族 立即大不了運就可以 按離開吧 我贏了之後就有攻擊力 之後就升NV 升NV就有軍靈和軍靈都會呼吸回應 軍靈的傷害都會上升 我們看看我們剛剛打贏了什麼回來 對決之後就試一下合成 合成的主要用途就是將一些任務 或者對應中拿到的碎片 拿去合成一些特殊物品 去強化你的陣營 當然某部分也要靠搶到其他玩家去拿回 我們現在試一試 顯示你會有機會拿到這個太平青毒管徑 那究竟會拿到這個殘卷呢 完成了這個戰鬥之後就知道了 完成了之後就有顯示戰鬥 也顯示玩家拿到這個殘卷 好了 那格學的招式就到了這個 如果有什麼名字可以加上遊戲 右上角的問號 那他就顯示一些相對玩家的資訊 那遊戲每日都有奔入獎領 只要你每日保持著這個奔入遊戲 那就可以拿到不同的獎領 另外講述遊戲會有一個招待人馬 光臨者 其實這個招待人玩是怎樣知道的呢? 大家按右下的功能 然後按設置 就會見到自己的角色編號 只要將這個編號給你的朋友註冊角色輸入 大家都會拿到不同的獎領 火鳳梨的手機版已經已推出 大家快將遊戲收集不同的獎領 組成你最強的陣營 中間遊戲 簡單mudится 年要不久